新北市長侯佑儀在防疫會議中宣布 透過大數據的分析 鎖定最多確診個案及足跡的28個重熱禮 分別是板橋7禮、中河8禮、永河土城新莊3禮 以及三重新店2禮 為避免標籤化 這28個禮並不會對外公布 我們所有的里長都個別通知 所以自己是不是重熱禮 其實里長們很清楚 里長也會去做廣播 我相信里民們心裡也很清楚 那為了不讓這個里有標籤化 所以一切我們跟七、跟里 跟重熱禮的里民一起配合 大家一起努力 共同防疫 讓重熱禮比較危險的地方 能夠有效力的降下來 重熱區不公布是哪些里 民眾擔憂居住處會不會被匡列在重熱區 待不開去篩檢覺得非常兩難 土城區長陳國欽表示 土城有三處重熱區 雖然不會公布位置 但會透過里長廣播 請市民配合防疫作為 減少外出或是進行檢疫快篩 我們土城有三個熱禮 就是重熱禮 那依照我們是指揮中心 有宣布一共有六大策略 第一個就是我們如果在這裡裡面 身體比較不舒服 就趕快前去來快篩 有些症狀的話 會趕快來就診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這些除了民生必要以外的 有些物資原則上儘量請這些商家或是店家 才能夠來休業、停業 第三個就是說 儘量減少民眾能夠外出 原則上儘量在家裡休息 第四個就是能夠在 有些一些的防護 能夠口罩能夠全程的 能夠來戴滿 能夠戴好 需要我們這幾個重熱區的民眾 或是說重熱區的里能夠加長來宣傳 確診人數仍有增加的趨勢 市民朋友減少不必要的出門 除了加強消毒 保持適當社交距離之外 更需要共體時間 度過艱難的防疫時期 記者簡明山綜合報導